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豬豬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的動手作系列啦 我的手指呢自從上次被切中後 我就好好的保養它 好很多了啦 它其實已經傷口沒有再繼續流血 現在也已經癒合當中 今天呢是動手作的挑戰系列 那因為是挑戰系列呢 我怕我一個人附和不來那個料理的強度 所以我請到了一位對料理的超級有愛的朋友 來協助我完成今天的動手作 所以我請到我的朋友小櫻 大家好我是小櫻 其實小櫻是一位對料理非常有愛的朋友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肉也是因為他 那肉是什麼餐廳呢 這有什麼要解釋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肉就是全台灣據說啦 就是很南地的餐廳 也就是台灣之光江正成主廚的餐廳 然後其中呢我覺得有一道 有一個很厲害的靈魂在裡面 就是養育 你沒有辦法想像就是 它居然可以變成這樣子口感的東西耶 其實就是我們上次去吃的時候 記不記得那個服務員跟我們說這一道 服務員 這是成都的人都會說 服務員 服務員 我要來個火鍋粉 服務員 好 那服務員到底說什麼呢 是整日全場最好做的 你們可以回家試試看 記不記得 我記得 對然後我就問他在哪裡 在哪裡做 他說什麼就是江正成有出一本書 八角哲學 說裡面有 我就回去找 找不到 然後我在寫信回去問肉 沒有人要理我 去各種去問 問江正成本人 然後去寫信去問 甚至去再回去問肉 最後慢慢的人說 這道料理他們說 這道料理其實在法式料理很常見 他們叫做Potato Puree Potato Puree 對然後我就跟學了這個字 慢慢的去尋找這個食譜 然後以及他們跟我講的一些方法 然後在上網查各個資料 慢慢的整理匯總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挑戰做出Potato Puree Let's go 製作法式搖韻你的材料由 盡重150克的馬鈴薯片 每個大概1公分以下的厚度就行 1克的鹽巴 42CC 就是剛剛好精準的42CC的牛奶 75克的無鹽奶油 OK 那跟無鹽薯條有關係嗎 都很傻眼 OK 這邊是我的材料 那工具呢我們需要準備這種 耐熱的塑膠袋 石目的篩網 然後 50克的篩網 10克跟50克擦在哪裡 來請解釋 蛤 就是 洞的大小不一樣 OK 就在一個尺寸內 它能裝的洞的面積 然後還有這個刮板 還有 攪拌的鋼盆 我得說 這些都是它去工廠定製的 它是不是對料理有愛 我們比較急 它是不是對料理有愛 我是比較急 刮勺 然後 攪拌棒 好然後我們現在第一步呢 就是要將所有材料加到這個 放到這個 耐熱塑膠袋 耐熱塑膠袋 OK我直接拿了兩個 來 專業的 我個人建議先加奶油 好為什麼呢 因為奶油它會融 之後會融化嘛 然後下面融化會比較方便 上面融化會不太好 好 因為等一下要爭散 爭散一點 因為我的愛融化你們 不需要 OKOK 好 絕空 加牛奶 加牛奶 然後 好 現在你有擺怎麼辦 現在是冷 現在是冷 對對對 那如果我們怎樣沒有成功的話 這種今天晚上第一次做起司 我們呢要想辦法用水壓法 放到裝滿冷水的鍋子裡面 然後利用水壓法 讓它把空氣擠出去 讓它成為真空的狀態 然後開始煮它 然後從冷水加熱 對 加熱到熱水 那要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才可以把它拿出來 大概是 我是預計大概30分鐘 然後讓它的馬鈴薯 是用手指按它就直接鬆軟 化掉之後 OK好 那我們現在用水壓法 現在就水壓法了 對 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之後 盡量把 一手要進去把它 想辦法把水擠掉 好 把水擠出來 好 然後是擠到一個 你放手之後 它盡量不會浮起來的程度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可以用 碗 或是一些比較重物的東西 去把它壓著 多一個輔助也是可以的 它沒有拋起來了 好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 鍋蓋把它蓋起來 讓它夾著 讓它更不容易起來 鍋蓋夾著 好 然後就開中小火 然後我們就煮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好 我們現在已經 半個小時已經過去了 然後就可以看到 稍微多多看 是不是很軟呢 有沒有很軟 很軟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 半個小時之後 它們已經融合 超香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們夾到 比較大的 就是 植母的這個裡面 因為我們開始用刮板 好 好 你可以先把它切碎 然後把它壓下去就對了 反正把它剝掉 太香了吧 這個 這個有點過分耶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一層是最好的過程 下一次可以買 可以買大一點的篩 就是你的 握篩的空間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對 我個人是覺得 再大一點更爽快 握起來比較快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再過一次塞 所以我只有馬 就只有一個鍋子 所以我們先把它拿到別的地方 再回來一次 那我們不能把它這樣子過來嗎 這個放得住嗎 真的不相對啊 很棒 來 上 來 上 這邊就開始比較麻煩的 跟我後面比較細了 好 其實滿好過的 真的嗎 不好意思 我收回那句話 因為 過的都是奶油而已 你其一個料理 其有那麼好做嗎 其實自己在家裡做 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多 這種 這種 目數 這麼高的篩 其實就比較沒那麼黏 就只是沒那麼黏而已 但是口感其實應該很黏 其實很黏 嗯 你不要轉起來啊 因為你會被卡掉喔 好 我們攪拌它 攪拌均勻 其實攪拌的時候 另外一個重點是要把空氣擋進去 這樣 這個方法我是沒試過啊 直接這樣子打它 我通常是用像打蛋的方式 這樣繼續打蛋 喔 就這樣 好 現在其實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找一個碗來盛裝它 這樣就成功了喔 對啊 真的嗎 真的啊 只是我們的稍微的 可能稠了一點點 要不要就是加熱一下 應該還可以 應該還可以 應該還是 OK 爸爸 有沒有 吃了會笑的 吃了會笑的 這是第一次工夫 這是第一次工夫 大家試吃 就一點點就好了嗎 對對對 應該有寫的 那也可以額外加別的東西 像我剛剛吃飽 可以 我真的有點想哭耶 很成功 真的明明聽不懂 我想哭喔 太好吃了吧 真的很感動耶 我覺得在螢幕面前的你們一定覺得我超白吃 然後做小火 不 做做 浮誇耶你 真的 這麼好吃 我居然可以做出這麼好吃的食物嗎 真的 你是不是不知道要跟我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有點傻掉 好好吃喔 然後 然後 那個 馬鈴薯跟奶油 matched 剛剛好 然後 要上去的時候 那個 那個洋芋 奶油洋芋 會跟你的口水交合 然後它們會互相交融在一起 好 好啦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你們點喜歡 然後明顯分享 希望呢 你們可以跟我一起 做這道料理 可以讓你們同時感受到我現在的這份感動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Dudu的頻道 每個禮拜五 等到六點都會發布影片喔 那 今天真的太感動了 好像很嚴肅的一集 我覺得太感動了 好嚴肅的結尾 我 我從不想要欺騙他們 就是我 我有大喜大怒的時候 我都要讓他們感受得到 我真的很感動 你知道嗎 我有點嚇一跳 那 毒粉們 我們下週見 掰掰 這預計 這預計什麼時候上市 這個 我投資你 好喝 那馬英雄有沒有那個泥 因為它可能有墊粉的關係 所以它 在那個 口腔裡面有沒有 是自然而然的散發出甜味 但是你剛入口的時候 你是沒有感覺的 我覺得這馬英雄 你要我評個分數的話 五分 半分是 挺機靈的 馬英雄就是五分 很好吃